男生总是不明白女生在想什么 她们有时爽朗 有时多愁善感 经常自相矛盾 插画家Planet Prudence 用一些超可爱的插图展现了女生的内心小趣场 你是不是被说中了 生理其实 打个喷嚏都能血流如注 每到一身人尽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思考人生 过去未来焦虑这些堆满大脑 根本睡不着 下定决心要充实过好每一天 但隔天还是只想爱在床上 哪怕吃的再撑 消化一会儿后也能吃下一堆零食 其他女孩从游泳池出来是出水芙蓉 自己却狼狈到不行 其他女孩期待晚上出去玩 还会精心打扮 自己只想窝在家 肚子上的坠肉 双层屁股超凡人 别的女孩怕被占便宜只能包紧紧 自己靠超差的身材和浓密的腿毛就能躲避厄运 上一秒还像偶像剧女主角跟自己信心喊话 下一秒又马上崩溃 觉得人生真的好苦 玩游戏输掉后安慰自己不要太介意 不就是一个破游戏 赢了的话恨不能昭告天下 17岁需要喝酒才能在派对玩的尽兴 25岁之后只想要酒 其他都不需要了 传给喜欢的人的自拍美到不行 传给朋友的自拍要多丑有多丑 总有一些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 难过到不行 曾经对世界充满渴望 真正见识后又觉得天真无邪的时候才最棒 有人说了一个笑话 立刻笑到飙泪 十分钟后还停不下来 肉中是赖床的人最大的敌人 不穿裤子时觉得屯形超棒 穿上裤子立刻变样 刚刚音乐还很大声时 你放屁时突然安静 同样是漂亮的胸罩 和其他女生穿起来效果就是不一样 哪怕是做简单的数学题 也要用计算器带算一遍